会计师叶俊玲表示 如果选举有欺诈和舞弊 那么美国的民主价值就会受到伤害 他认为有一个公平选举 美国的民主政治才会持续 我认为应该成立一个比较专责的委员会 追根究底 如果能把这件事情做一个很大的解决 恢复大家对民主的信心 以后大家也不敢在这个所谓的选举上 不管我们改变的形式是通讯投票 也不敢在上面动手脚 我觉得这是我们最大的一个学习 也是一个最大的教训 因为没有一个公平的选举 就不会有一个干净的结果 也就不会有一个稳定的民主政治持续进行 他还表示 人们会因为某一个政党的腐败 而选择加入另一个政党 但是今天一个政党如果沉沦 或者是堕落 一定还是会有另外一个新的政党会出 今天你喜欢这个政党 并不表示你永远都带来这个政党 你可能会因为别的政党的政军更吸引你 而去到这个别的政党去 他希望如果选举有问题 就把问题抓出来 如果没有问题就要解释 看了什么 查了什么 做了什么 让大家能对这个人们所托付的司法系统有信心 新唐人记者杨阳 洛杉矶采访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涝报道 警署 底字兰 期末 Shore 揀 我 說 十